女生有閃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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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有閃光 是很重要的情況要檢查 因為有的孩子有閃光 是表示他們有其他的角膜的問題 可是如果他們檢查後 是閃光沒有其他的問題 他們可以戴眼鏡 還是可以戴隱形眼鏡 專門治療閃光的 如果他們已經到18歲了 不是小孩子了 90%的病人 都是已經穩定 可以做類似視力矯正 類似視力矯正是最好治療的 閃光的辦法 因為你會看最清楚的 你戴隱形眼鏡 有治療閃光 那個隱形眼鏡會跑來跑去 不是太準 你戴眼鏡的時候 你配那個閃光 平常你的頭腦不能接受這個閃光 所以他們要給你比較少的 閃光的治療 所以你看東西就沒有這麼清楚 你做類似視力矯正 閃光就是可以100%治療那個閃光 所以你看東西會最清楚的 但是現在的三個閃光 但你們會想要給我 你一份它們就沒有這麼多的 都是很爽的 但是你會不會太多的 我會想要給你一份 你會不會太多的